大家好,我是光头吉典 上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了一个焦虑接触器的故障 然后和大家讲了一下产生这种灿动 或者是哼声它的原因 在讲解的过程当中讲的不是很细 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听懂 所以这期和大家补充一下子 我们这个焦虑接触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它产生的这个灿动或者轰声 它的原理是什么样子的 为什么加了这个短路环之后 这种情况就可以得到改善或者消除呢 焦虑接触器它里面有三个核心部件 动铁芯,进铁芯,然后这个线圈 动铁芯和进铁芯呢 都是由一片一片的硅杆片叠至而成的 然后用锚钉把它锚起来 而在镜铁芯上面 它在两帮各有一个短路环 大家看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这种短路环一般由康铜或者裂格核心 自转而成的 交流接触器它工作的电压是交流电 对不对 而我们的交流电 它是一个正前波 它波形是这样的 它的电流和电压的大小 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 方向 这样变大 然后到零 再到负的最大值 再到零 既然交流电 它的方向和大小 实时在发生改变 那么它在这个铁芯上面 产生的磁性 磁通 它的方向和大小也会发生改变 而我们的交流接触器里面 它有一个动铁芯和进铁芯 那么交流电在变化的时候 从零 开始慢慢的变大 变得最大值的时候 它上面的磁性呢 会达到最大值 然后慢慢的又变小 变到零 它上面的这个磁通和吸力 也会慢慢的变小 一直在零 只是它的变化很快 当 这个交流电变到零的时候 这里叫做过零 当它过零的时候 这个动铁芯和进铁芯之间 它的吸力会暂时消失 也就没有了 因为它没有电流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动铁芯和进铁芯之间 在变化力的作用下 它会向两边张开 而当它张开的时候 这电流又来了 它已经往负边这边走 慢慢的达到负的最大值 对不对 又会吸合起来 然后到这里又到零的时候 它又失去了吸力 当它过零的时候 它会张开 当它过万零的时候 它又会吸合 所以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会产生灿动啊 啪啪啪啪响啊 所以这个焦虑接触器啊 上面的这个轰声啊 灿动啊 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出面的工程师 为了消除这个噪音 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要上面加了一个短路环 就要这里的 大家看见没有 短路环它是从这里的切开 然后这样加一个金属环 因为在焦虑电当中 它也会产生一个磁通 对不对 它会阻挡这个硅胯片里面 磁通的变化 使这个进铁芯 和动铁芯之间 它们的磁通发生相位差 假设这个是 动铁芯上面的电流 而我们的进铁芯呢 加了一个短路环 会使它的这个电流啊 或者它磁通啊 会产生一个相位差 或者滋耗一点 这是进 当我们的动铁芯上面的这个电流 或者它磁通过零的时候 金铁芯 还在这里呢 也就是它上面 失去磁力的时候 它上面有磁 不会两个同时是磁 对不对 好 当往下面走的时候 金铁芯 过零的时候 动铁芯已经到这里了 总有一个有磁 对不对 所以它们就不会产生 没有吸烈的情况 也就不会产生灿动了 这就是这个短路环的工作原理 所以当这个短路环呢 它出现松动 或者 这里断裂的时候 断裂的时候 那么它就不会形成回路 不会形成回路 那么这个短路环 就失去原来的意义了 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接触器 在过零的时候 它就会直直直响 才震动 所以这期的 和大家补充一下子 这里面的一些知识点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好的 谢谢大家